而至于在市长选举的部分 到底要提名谁来出马 民进党中央在最近通过了 将要由六家民调单位 来执行五都市长初选的民调 不过今天台南市长许天才 跟高崇县长杨秋星 联合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呼吁党中央应该将民调 交由大学民调中心来办理 以招公信 不过其他的参选人 像是高崇市长陈菊 以及台南县长苏焕志 却认为一切就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吧 高崇市长杨秋星跨界来到台南赤坎楼 和台南市长许天才 携手跟党中央话瞎 我也写信给蔡主席 我也多次跟苏密市长转达 跟他说这个民调 应该由大学的民调中心来办 比较客观 比较操览 公信力也比较强 两人之所以大动作 原来是因为民进党中常会 日前通过由多次参与党内民调作业的六家民调单位 执行五都市长初选民调工作 但有支持者传出不同声音 认为除了中央党部民调中心 以及一家大学民调中心 其他四家民调公司都属私人性质 还是希望为由学术性质为主的大学民调机构 执行初选民调与照公平 不过其他战将看法又是如何 我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也尊重他们的意见 因为这个是党中央 他们找谁我也不清楚 所以这个我没有意见 是不是大学就绝对就是公正客观 那么民调公司 其他民调公司就没办法公正客观 我想这个是有待讨论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尊重中央党部的决定 初选民调谁来办 党中央意见 有人表示尊重也有看法不同 能取得共识吗 初选前恐怕还得试着再沟通 每次新闻连住民黄静宇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